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3 不过在学习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们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好那咱们开始吧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VUE3的安装 好那咱们今天就安装一下VUE3 不过咱们首先 先看一下VUE总体更新的进度 release的进度 好不好咱们看一下 通过这个网站 因为尤大神他不定哪天就更新 咱们看一下 当前咱们现在最新的版本 大家请看 是VUE3.0.2C4 也就是说这是现在最新版本 还没有出正式版 我尽量吧 每期咱们在做这个视频之前 咱们都看一下 咱们都观测一下 尤大神的最新版本出到什么版本号了 好不好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 这个见证历史的过程 好闲少叙 马上回来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支持点吧 有两个 怎么安装 是这样 我给您总结出来的两种方式 第一是HTML的直接引用 第二是通过命令行工具进行安装 我这套课程 我准备 是大部分的课程内容 采用的是HTML当中的CDN的安装方式 有朋友说了 你为什么不采用本地import 或者说为什么不采用命令行的安装方式呢 因为是这样 因为现在当前的VUE3的版本 还不是最终release版 还不是稳定版 那么我把不稳定的版本 或者说有bug的版本 当到本地的话 不便于咱们课程的进行 那么我采用CDN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CDN的方式 尤大神在服务器那边 对吧 他在不停的修bug 不停的更新 他一旦有新版本 咱们马上就能够获得 马上就能够使用 所以说在没有出正式版之前 我认为我的课程采用CDN HTML引用的方式是比较合适的 希望您能够理解 好 当然了 咱们学习内容完全不会说影响 我用CDN方式 我这VUE3我就学不全 这个也不会 有时候需要本地引用 本地定制的时候 我都会本地安装 本地讲解 完全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先少续往下走 该怎么安装 这有一个官网 咱们马上看一下 马上发文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了一下 大概如何的安装方式 这个888888都讲了 然后呢 我准备采用大清 是这个方式 大家请看 这个方式是什么 是说在咱们HTML里面 永远引用VUE的最新版本 好不好 咱们就用这个方式 下面的命令行方式 肯定我也会讲 命令行方式 我会像当初给您讲VUE2的时候 放到进阶课程里面去 好不好 因为什么 因为基础组件 基础语法的讲解 和进阶 真的是两套不同的内容 好不好 那个涉及到工程管理 这个仅仅涉及到 每些个技术的小细节知识 好不好 这个我都会给大家讲 跟VUE2一样 没有区别 好不好 OK 咱们回来 那么咱们就进入 现在实在演习部分了 我呢 这下面给您建了一个标准的 我认为还算是不错的 VUE的模板 咱们就运行一下这个模板 看一下咱们现在这个 当前的效果 这个如果咱们效果出来了 说明咱们在本地成功导入 或说安装了VUE 好不好 OK 那我把它拷贝过来 我把它拷贝一下 生成一个文件 然后咱们大体看一下结构内容 然后咱们再运行 我是建一个 index.html 拷贝过来 好 咱们看一下 这个内容都有什么 一上来 那么这个页面语言 是这个中文 ZH 没有问题 是吧 然后这是UTF8 这是呢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多平台显示 对吧 动态显示的这么一个viewport 这个一定要加 然后呢 这是抬头没说的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就是刚才咱们引用VUE的那个内容 过来了 您引用 您用这句话来干什么 来在您的网页中达到支持VUE的效果 而且是永远的最新版 好不好 没有质疑 另外 重点来了 下面这行 大家看 我在干了件什么事 哎 后面没看到啊 我在干了件什么事 对 咱们同时在我的这个项目中中 我还给您引用了BUTF5的最新版 虽然它是阿尔法 但是是最新版 就是说 今后我给您演示客舰的时候 您不但能够看到VUE3的效果 同时还能看到BUTF5的一些个组件的效果 对吧 咱们得到达到这个 怎么说呢 两手抓 两手多少硬 对吧 还要杀自行车呢 对不对 OK 我今后会给您演示这个VUE3的最新效果 同时也给您讲解一下 这个BUTF5 在咱们VUE中 如何和VUE搭配 对吧 非常的好 OK 那么咱们接下来 就是咱们代码的部分 一个BODY 没什么说了 这个地方是开了一个 咱们整个页面中唯一的ID 也就是咱们的主区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我传进来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传来什么 这个地方我传进来 就是BUTF5的几个这个CSS 然后这个地方输出了一个Message 然后在咱们这个GS的部分呢 咱们这儿生命了一个APP 然后在这个地方 VUE这个地方进行注册 对吧 因为咱们在这一行 成功引用了VUE的所有的内容 所以说在这儿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使用VUE这个对象 然后呢 咱们创建了咱们自己的APP 同时创建完APP之后 把它绑定到mount 把它绑定到咱们这个tag上来 这个VUE的ID的tag上来 那么咱们整个页面 就是在这个tag里面进行运动 好吧 就是咱们大概这个 我给您做的简单的模板 这个地方没什么可说的 咱们建一个数据函数 然后呢 输出一个信息 Message HelloVUE 这地我写错了 HelloVUE3 这不挺好吗 对吧 好 那马上就行 我在本地开了一个简单的HTB服务器 这以前我跟您说过该怎么安装 对吧 OK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 Ctrl刷新 现在咱们是第二课 进入到第二课的部分内容 大家请看 它会自动的找HTML Index.html 所以找到了 而且也显示出来了 大家请看 出来这个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咱们VUE生效了 对不对 只有这套语法生效之后 咱们在这地方才能够看到 这个VUE的信息 HelloVUE3 OK 这么说 咱们通过这一行代码 就已经把VUE的内容导入进来了 对吧 那么今后呢 我想就以这个模板为基础 给您讲解VUE的最基本的语法 然后呢 今最基本的语法讲完之后 咱们在VUE的进阶课程当中 我再给您讲如何做这个工程管理 如何做状态管理 如何把各个的组件分开 把各个的页面分开 对吧 达到这么一个 而且呢 还要再讲如何和这个服务器通信 达到这一整套 这个全站工程师所要学习的必备的知识 好不好 OK 以上的视频呢 应该就是这么多了 我把这个视频关掉 是这样 这个文件呢 我也一同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心理朋友可以去参照一下 然后这个呢 是我在这个GitHub上建的一个 我的VUE的客件库 以前我是放到这个开源中国 现在从现在开始呢 我是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开源中国我已经不太用了 为什么不太用 这我稍微发一句牢骚 开源中国 如果你要想继续使用的话 必须用手机号注册 这我就觉得非常不可理解 我用你一个服务 对吧 我有邮件注册 然后呢 不就可以了 对吧 还必须要手机号注册 弄得我特别不喜欢用这种 国内需要手机号的服务 反正我是不喜欢 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呢 好 咱们老子发完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是这样 我给您呢 讲解了一下 VUE的安装的两个方式 我呢 采用是HTML CDN引用方式 今后呢 在进阶课程当中 我会给您采用 这个NPM或是一样 都可以吧 管理工程的方式 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我的课程吧 OK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另外呢 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不好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